好 抱歉啊各位 我那个视频开始前先补录一段 我这个视频有个小错误啊 就是我说这个CtrlNet是2.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CtrlNet最新版本是1.1啊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1.0版本 然后我是在这个跟群里人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错误的 然后我在这个视频开始前先更正一下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CtrlNet最新版本是1.1 并不是我视频中说的这个2.0版 这是我的一个错误啊 我这里先更正一下 以免引起大家的误会 好 实在是抱歉啊 这个是我的准备工作做的不足 那既然补录了 还有一件事情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紧急寻找这个全网的炼丹大师 就是这个训练Laura的大神啊 因为我在这个Laura训练方面确实是弱项 然后也希望各位Laura训练的大神呢 能加入我们的群组 或者其实也不一定是大神啊 只要有Laura训练经验的人就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专门在这个群组里 开一个炼丹专区啊 供大家讨论这个Laura训练的一些使用方法 如果各位小伙伴对这个Laura训练有一定经验的 或者认识这个Laura训练的大神的话 也欢迎加入我们这个群组一起讨论啊 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毕竟这个人多力量大嘛 如果在一起讨论的话 可能学的会更快一些 好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Stable Diffusion 从入门到精通系列教程第九 七 我们算一算已经有五天没有更新教程了 其实呢 两天之前我更新了一个会员教程啊 但是呢 非常惨淡啊 到现在为止还是零播放 但是这个不重要啊 不重要 因为这个会员教程再过两天呢 也会开放给大家观看 所以大家再等一等就好了 然后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还是我们的这个传统异能啊 小伙伴上电视的环节 今天有两个小伙伴要上电视啊 一个是这个天什么什么什么火星文吧 然后他说我想上电视 还有一个呢 是这位占卜师 然后他说我也想要上电视 好 那我们来安排一下 希望你们可以满意 然后我们的抽奖还在继续进行中啊 我们看到这个Discord群组的抽奖区 现在离这个抽奖结束时间还有两天 我们已经有这个200多位小伙伴参与了 然后我们是准备了五个奖项嘛 所以这个中奖概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在这里呢 也欢迎大家多多参与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好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来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CtrlNet的模型还是1.1的 但是现在这个官方呢 已经更新到2.0版本了 在使用2.0版本的小伙伴呢 可能会看到这个下方 没有这个预览预处理效果的按钮 那如果大家出现这种情况呢 只需要在2.0版本的CtrlNet里 勾选这个Allow Preview的选项 然后在我们选择这个模型之后啊 点击一下这个模型中间的这个爆炸按钮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预览预处理图的选项了 好 那我在这个教程之前呢 也做一个补充 因为有太多的小伙伴 现在已经用到这个CtrlNet 2.0的版本了 1.1版本的是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的 好 我们今天接着来讲我们这个CtrlNet啊 我们今天还是介绍两个模型 我们还是来到我们的Stability Fusion 然后在最下方点击这个CtrlNet 我们今天呢来介绍这个直线模型 MLSD 还有这个分块检测模型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模型放在一起介绍呢 是因为这两个模型结合起来呢 可以做一些我们室内设计相关的事情 包括这个建筑设计相关的事情 当然我们这个分块检测模型 它的应用范围可能会更广一些 我们只是想通过这个室内设计这一方面 让大家对这个分块检测模型 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好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 就是这个直线检测模型 那这里多说一句啊 就是我们这个CtrlNet 实际上已经更新到了2.0版本 但是我演示的这个CtrlNet还是1.1版本 因为2.0版本的这个CtrlNet 在这个下拉框中 它这个可使用的模型增加了很多啊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直线检测 还有这个分块检测模型 都是包含在内的 大家仔细找一下 就会找到和我们教程演示相同的模型了 好 那我们继续啊 我们还是选择这个直线检测模型 好 在我们选择了直线检测模型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它有三个参数 一个是这个货富分辨率 然后第二个是货富值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货富距离 我们还是分别来介绍一下 我们先上传一张图片 我们点击这个最上方的空白区域上传一下 好 那我这里呢 就以一张毛皮房的这个照片为例 我把这张毛皮房的图片上传上去 他那时候买了一套这个毛皮房 那叫毛皮房 那我们接下来呢 先用这个直线检测默认的参数值来生成一下 看一下这个预览处理结果是什么样的 我们点击这个最下方的预览处理结果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稍微的等待之后 我们就看到一张 我们用这个直线检测模型预处理之后得到的图片 那相信大家看到这张图片呢 也很好理解我们的直线检测模型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那顾名思义啊 直线检测模型 就是把我们给到图片中的直线部分 会呈现稿 那如果这张图片中有曲线部分的话呢 它是会选择忽略的 那我这里来放另外一张图片来看一下 好 比如这一张美女图片啊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用这个直线检测模型生成之后呢 它就会丢失很多的细节 因为毕竟这种人像的图片 它是有很多曲线组成的 然后我们直线检测的模型呢 只保留了我们图片中直线的部分 好 那我们还是返回我们的这个毛皮房的图片 我们通过这张图片来看一下 直线检测模型的三个参数都有哪些作用 我们看到第一个啊 就是这个霍夫分辨率 我们现在的默认分辨率是512 说明它这个分辨率是符合我们画部的宽高的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分辨率拉到最高看一下 它的最高是这个2048 然后我们其他的两个参数都不变啊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分辨率调高之后的结果 我们还是点击这个预览处理结果 好 我们看到 在把这个分辨率调高之后呢 这次直线检测模型 因为我们生成的图片 就缺失了很多细节 这个具体的原因呢 我在讲这个Candy模型的时候讲到过 相信看过这一期视频的小伙伴都应该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效果 然后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这期视频的话 可以先去看一下这期视频 在这期视频中呢 我对这个分辨率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 那好 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还是把这个分辨率调为512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霍夫预值 那我们先用这个默认0.1来生成一下 留一个结果好做对比 好 我们把这个霍夫值是0.1的结果先保存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个霍夫预值 我们把这个霍夫预值调大一点 我们直接给到1 然后来看一下生成的结果 我们还是点击这个阅览处理结果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霍夫预值给到1之后呢 我们发现预处理生成的线稿一片漆黑 也就是说呢 这个直线简测模型忽略掉了这张图片上所有的线条 那我们再调低一点看一下 我们给到0.5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对比看一下 我们看到右边这张图呢 是刚刚霍夫预值0.1的时候生成的线稿 然后左边这张图呢 是霍夫预值在0.5的时候生成的线稿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霍夫预值越高的它对这个直线的检测就越不敏感 我们看到在预值是0.1的时候 最上方有一条线 我们通过对比原图看到这条线其实是很暗的 然后在我们0.5的时候 这条线已经被我们的模型忽略掉了 包括原图右边的这一部分啊 它有一个类似半圆形的线条 然后在我们预值是0.1的时候 它还能显示 但是当我们调到0.5的时候 这个细节也被模型忽略掉了 所以说我们的霍夫预值调的越高 这个直线检测模型在预处理图片的时候 我就会忽略掉更多的细节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霍夫预值的作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参数啊 霍夫距离预值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张图 分别是霍夫距离预值在0.1 10和20时候 MLSD模型生成的预处理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啊 随着这个霍夫距离预值的增大 画面中呢 相对密集的线条部分逐渐减少 尤其是上方这块区域尤为明显 在处理一些相对密集的直线分布时 我们可以尝试调整这个霍夫距离预值 来给到一个我们相对合理的处理结果 那这里呢 我也要说明两点 第一呢 就是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 可以将这两个参数配合着使用 第二呢 就是这个关于霍夫参数的解释 只是我个人查阅了一些霍夫变换算法的资料 加上一些有限的实践给出的理解 可能不是完全正确 如果有错误呢 还问各位大臣在评论区指出 我呢 一定虚心学习 接受批评 好 在简单的介绍完我们这个直线检测模型 MLSD的参数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用这个直线检测模型生成的线稿 来参与stable diffusion的做图 我们来看一下stable diffusion会根据我们这张线稿 做出怎样的图片 我们还是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这个线稿模型 然后要让这个control model 0参与做图呢 我们一定要记着点击这个启用按钮 好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我们回到最上方 我们这个采样器啊 还是用的这个dpm SDE的采样器 然后我们这个模型呢 用的是这个V1.5的默认模型 那我们现在不写任何的提示词 我们现在直接点击一下生成看一下效果 好 图片已经生成了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生成图片的右边 有一张线稿图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control 9 model参与绘图的一个标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stable diffusion根据我们这张线稿绘出的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用这个毛皮房的图片生成了线稿 然后stable diffusion呢 根据我们这张线稿 生成了一张叙利亚风格的装修图啊 虽然它这个构图和角度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添加一些描述词词试一下 我们试着用这个描述词来引导一下stable diffusion生成图片 我们就简单的添加一个这个室内设计的英文 然后我把这个英文复制过来 然后我把这个英文粘贴到我们这个描述词里 然后我们再点击生成看一下效果 好图片已经生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上一张图片呢 这张图片起码是有一些设计感了 但是其实它的细节还是很粗糙的 但是我这里想要演示的是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control 9的线稿图片 和我们添加提示词 来共同引导stable diffusion去出图 这个才是我们想表达的意思 我们的目的是先让大家去理解这个直线检测 也就是这个MLSD模型的用法 至于说如何做出更精美的图片呢 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参数 和添加引导词去引导stable diffusion 这个呢我也会在以后的教程中讲到 好在我们了解了这个MLSD直线检测模型之后呢 我们来接着看今天的下一个主题啊 也就是这个分块检测模型 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分块检测模型来看一下 那这一次呢我们来重新上传一张图片来做演示 好图片已经上传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呢 是一张美式装修风格的加装图片 那么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分块检测模型来预处理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会给到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处理结果 我们还是在确认选择这个分块检测模型之后啊 点击这个最下方的预览预处理结果的按钮 好我等待了一会啊 这个预处理结果还没有出来 那我们第一次在使用这个分块检测模型的时候 是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那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干脆也不用多等了 我们直接在这个模型中也选择这个分块检测模型 也就是这个SEJ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启用 我们直接让这个分块检测模型来参与一下 做图看一下 我们还是返回这个最上方 然后点击这个生成按钮 好我们在点击了这个生成按钮之后啊 我们会等待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然后我们返回我们这个club的服务器来看一下 这里呢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分块检测模型 所以它会提示一些报错啊 我们现在不用管它 我们只需要等待这个后台自动运行就可以 我们来稍微多等一段时间看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等待了一会儿之后呢 这个后台已经开始为我们做图了 虽然在我们使用分块检测模型的时候 它出现一个报错啊 但是我们还是不用管 我们看到它这边做图完毕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回到StableDiffusion看一下效果 好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已经刷出来了 我们现在不管这个图片的好坏 我们看到在这张图片的右边 就是这个分块检测模型预处理出来的图片 我们跟我们的圆图来对比一下 我们发现在这个预处理的图片中 分块检测模型呢 用不同颜色的色块 标注了我们这张图图中不同的家具 比如说这张沙发 它就被标注成了蓝色的 然后这个墙上的画呢 它就被标注成了红色 然后这个灯它就被标注成了黄色 那这就是我们分块检测模型的作用 它会识别我们图图中不同的物体 然后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来进行一个标注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深层的图片和我们的图图 我们发现这个沙发包括茶几 还有这个窗户 包括这个壁画的位置都是相同的 但是我们具体家具的风格和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分块检测模型的一个用法 那我这里呢也来做一个简单的延伸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网站 这个网址呢 我会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中 我们在这个网站中呢 也是可以上传图片 然后用我们的分块检测模型来识别和标注图片中不同的物体 我们可以看到它右边给出的结果 也是用不同的颜色标注了不同的物体 那么这两张图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在AI眼中 它对这张图片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清楚的标注了这个沙发 然后还有这个吊灯 包括这个电视柜 窗帘它都标注的非常的清楚 有兴趣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访问这个网站来上传图片试一下 那通过我刚才的讲解呢 相信大家对这个分块检测模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们可以用分块检测模型来识别我们图片中不同的物体 然后呢再提交给Stability Fusion来做图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构图跟我们原图相近 但是具体的物体细节跟我们原图不同的图片 那这里呢我要多说明的是 我们这个分块检测模型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只是用这个室内场景设计呢 来举例分块检测的使用方法 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分块检测可以用到的场景很多 我呢也会在以后的课程中 讲到这个分块检测应用的更多可能性 好我们这一期呢主要讲了一下 Ctrl 9的直线检测模型和分块检测模型 那也希望这一期视频能给大家对这些模型的了解 起到一点点帮助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或者加入我们的Discord群组来一起讨论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一点小小的帮助呢 还请为我点一个小小的赞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那最后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